這種白色除了代表空虛、寂寞和凍之外 更是代表著製作團隊的創意和技術 大家好,我們是一個覺得自己當靈電影的頻道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留言、LIKE & SHARE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按旁邊的小鈴鐺 一有新片就立即通知你了 《 沙丘第二章》,相信不少朋友都應該看了 今集的節奏明顯變得第一章明快了 劇情亦緊袖了 上集看一次睡一次的朋友 今次應該沒那麼容易有睡意了吧 或者有觀眾覺得今集的後段反而跳得太快要扣分 不過無論點評價套戲也好 對今套的視覺效果都應該會讚口不絕 除了沙丘上古銅金色的磅薄氣勢 以及那三隻好像巨型XX的沙蟲之外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 應該就是在GD Prime星球上那種奇異的黑白空間 即是Fade Router在格鬥牆的一幕 為什麼GD Prime會用這個效果表達? 導演Dennis Villeneuve在一次訪問中就提到 想法是來自本小說 不過其實在小說中,有關GD Prime的形容是不多的 只是簡單地說了 GD Prime是一個與自然界定律切角 非真實的塑膠感世界 單憑這幾句 Dennis Villeneuve就想到用光線 和陽光的效果去表達這個概念 設計出一個與正常太陽相反的黑太陽效果出來 什麼是黑太陽效果? 在正常的太陽下的陽光 會引慾生命 和釋放漫密的色彩 而黑太陽就相反 黑太陽的光線會枯毀生命 和吸走漫密的色彩 那就呼應到在GD Prime的黑太陽底下 為什麼Harkonnen連帽都沒有條 每個人還要吸血鬼的樣子 Dennis Villeneuve 亦用這種黑白的對比 去拍攝Harkonnen的殘暴和極權主義特質 套戲的攝影師Greek Fraser 很喜歡這個想法 當然他不是就這樣把畫面吞成黑白那麼斜 他想到用紅外線拍攝 去製作戲裡面的那個記物身 又好像來自第二個世界的黑白世界 和那種從未在電影中見過的陽光效果出來 Greek Fraser 還特地找在電影中飾演Landville 兼武術指導Wadger Yuen 用紅外線拍攝做了一段demo Dennis 看完一段demo之後很喜歡 尤其是皮膚那種白色半透明 好像牛奶的質感 還有那種晚手般的眼神 不過紅外線拍攝有一個風險 就是經紅外線拍攝出來的畫面 是不可以tune成彩色的 即是拍了就回不了頭 但是為了這個這麼驚嘆的視覺效果 這些風險算得是些什麼 那什麼是紅外線拍攝 簡單點說 我們平時看到的所有顏色的可見光 它的波長是介乎400至700納米 而紅外線的波長就是在700至1000納米之間 紅外線攝影就是以捕捉光線的基本攝影概念 去捕捉這些無處不在 肉眼又看不到的紅外線光了 紅外線光本身是由物體表面的紅外輻射長反映出來 即是溫度長 而不同溫度的物質均可自行輻射出不同波長的光線 所以經過紅外線拍攝 就可以捕捉到不同物質 而肉眼又看不到的影像 加上特定的雷鏡和後期的處理 就可以做出電影入面那種奇異的黑白畫面 說就當然是好意啦 做先自然嘛 你和我一輩子不打飛機 我都OK 為了要突顯出黑太陽光線的效果 你有沒有留意到在GD Prime的室內畫面 全部都是呈現彩色的 戶外的畫面才會果為紅外線拍攝的黑白效果 為了兼顧這種由室內 轉變去戶外之間的影像變化 就好像戲入面 Lia Seydoux 飾演的Lady Margot Fangring 在格鬥場那一幕 由音量的室內走出戶外那個 由彩色過渡到紅外線黑白的影像效果 拍攝上就要用部3D Camera 一邊鏡頭就用來拍彩色 另一邊鏡頭就用來拍攝紅外線 由於拍攝時 要同時兼顧彩色和紅外線兩個影像效果 所以場景的燈光設定也要特別處理 要佈置兩種不同類型的光源 令每邊的鏡頭 都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拍攝到不同的光 好像如果有些光源不想被紅外線鏡頭拍到的話 我的光源就要用沒有紅外線輸出的LED去設定 除了燈光 復色和場景的物料也有特定的要求 因為有些物料在彩色的影像下是黑色的 但在紅外線的黑白影像下就會變成白色 所以就要為不同物料反射出來的紅外線波長做測試 無求要找一隻無論在彩色 或是在紅外線黑白影像下都保持著黑色的物料 你看一下 只是戲裡面其中一部份的視覺效果已經這麼落足心機 都真的要向導演Dennis Villeneuve 攝影Greg Fraser 和他們的團隊致敬一下才行 做完這條影片之後 我都打算進戲院再看一次 好了,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留言、讚好和分享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拜拜 掰掰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可以再找機會 請影片 摩擦